當初來到這裡的時候 一開始我對於怎麼去應徵 其實那些我也都不太了解 我們這裡就是我記得還有特別開門課 就是教我們去應徵 然後注意我們的臉級、服裝等等 讓人家看起來比較正式一點 然後就是這樣之後 所以我去試人 然後去我現在就職的地方 就是大普黑板上去應徵 然後就成功 就是店長覺得我還蠻OK的 然後讓我見得上 可是 就是中間還是會遇到一些困難 像是我在學炒菜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些地方或者是有些技巧我不懂 那可能有時候就會被店長稍微捏一下 或者是稍微的罵一下 然後就是同事都還蠻熱情 就是我如果有不懂的話 其實我都會去問同事 那同事 大家都很樂意教我 關於工作商 因為我們餐飲業其實還蠻需要團結 因為就是我們就是一個幫著一個 這樣可以讓我們的客人趕快進來 然後享受到我們用的美食 然後之後趕快進去 因為可能有些來就是上班族 之類等等 所以我們大家要團結 大家都知道該做什麼 這樣速度才是最快的 在做的職業一樣 也是就是 志祺老師另外帶我去 認識其他餐飲方面 然後找到我的興趣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 就是往餐業發展 就這樣 好像多了 各位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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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以後也是為自己努力 就是自己的路就是自己加油 OK 謝謝大家